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咔嚓一声 一辆小型拉猪车停在南大门口 瞬间引起全场瞩目 我和女儿一人提一捆 猪场的饲料袋 里面装着换洗衣物和日用品 大不留心朝新生登记处走去 都什么年代了 这两人的村姑造型简直倒胃口 花衬衫居然还打着补丁 一看就是山野村妇 行李箱都买不起 也太可怜了吧 离他俩远点 一股猪屎味 熏死人了都 我鼻腔冷哼一声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我们在烈日下排了很久队 眼看终于轮到女儿 一个绿色长卷发的女孩突然插到她前面 家人们 我正在登记姓名 为什么一个人来报名 因为人家把鼻做养殖产业太忙了 她一边举着手机直播 一边在签道表写着名字 负责登记的老师 突然眼神一亮 你叫甄芷威 我们省座养殖业起家的首富 也姓甄 你该不会是她女儿吧 周围的同学文言围了过来 对对对 我前几日看到的专访 首富说她女儿 今年也在南大念大一 好羡慕啊 怪不得小姐姐一身名牌 气质优雅 原来是首富的女儿 名字也好好听哦 透着一股附加千金的贵气 我知道她 知名畅销书作家 原来老爸这么有钱 明明可以拼家式和颜值 偏偏而靠才华出圈 我宣布粉她一辈子 面对接二连三的彩虹屁 郑芷威不知可否地笑了笑 脸上洋溢着陀红 我和女儿对视一眼 没有声张 轮到女儿填写名字时 后在一旁的 郑芷威捂着小嘴惊呼 天哪 我没有看错吧 同学你真的叫 贾翠花 她这一叫唤 把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过来 纷纷吐槽我女儿 果然是人如其名 我白眼一番 用看猴耍戏的眼神 扫了一眼装模作样的 贾千金 和一群眼瞎的土逼 而是他们知道 老娘的女儿贾翠花 才是全省首富赠氏之女 岂不是而惊掉下巴 想想就很激动 回寝室的路上 女儿十分不爽 妈 我们到底 儿装穷到什么时候啊 我从小到大 真是受够了白眼 我连忙安抚她 快了 快了 再忍忍呢 当年算命先生说 女儿是灾星降临 为了改命 必须得跟我姓 还得取个 土里土气的名字 才好养活 名字土就算了吧 关键我们全家 孩儿装穷到 她满十八岁 别说我女儿了 我都快憋成内伤了 寝室里 女儿的室友们 正在收拾东西 郑芷薇蹲在角落 细心整理她的箱子 真是冤家路窄啊 我脱掉鞋 爬上去给女儿铺床 背后一阵咯咯笑 大姨 你这破洞的袜子 像咸菜一样 恶心 而不赏你挤双新袜子 郑芷薇抱着臂膀 不懈地打量我 骄傲得像只孔雀 滚 我毫不留情地 蹦出这个字 你特么懂个屁 老娘靠着这双破洞袜 诸价今年翻了三番 赚得盆满钵满 郑芷薇没料到 我竟如此粗俗 气得满脸通红 见我不再搭理她 一脸嫌弃地指着地上的饲料袋 冲我女儿大吼 你放远一点好不好 别把猪毛抖到我箱子里了 弄脏任何一件物品 你都赔不起 我这耸淡女儿 因为装穷 从小在外受气惯了 连忙把袋子往里挪了挪 郑芷薇满意地笑了笑 随即从箱子里 拿出一只包在那 里擦拭 其他两个女孩健壮 露出羡慕的神色 威威 你居然有爱马仕的这款包 我都只在电视里见过 这得儿三十万吧 不过你家这么富有 这点钱就是撒撒水了 我真的好好奇 你爸一个月 给你多少生活费啊 我扑完床下来 坐在凳子上穿鞋 他余光瞥了我一下 阴阳怪气道 我一天的零花钱 是某些香巴佬打一辈子 宫都够不着的数字 说着还故意把包拿在手里晃两下 我和女儿分别在彼此的眼中 读出傻逼二字 这不妥妥的货吗 还是最刺的那种 虽然我们娘俩在外面装穷 但不妨碍我们在家里炫富啊 每天和满柜子的爱马仕相处 早就练就火眼金睛 正想对回去 手机突然嘀嘀两声 秘书发来郑芷薇的资料 我打开一看 好家伙 他还真没说谎 他爸确实是干养殖业的 只不过 是在我家靠近山区的 那家猪厂养猪罢了 明明就是个养猪工人的女儿 还敢冒用千金身份 现在有多狂 以后打脸就有多痛 我决定暂不揭穿她 看你能演到什么时候 玩玩吗 大姨我好好陪陪你 一个月后 女儿实在忍不住 电话里给我抱怨 妈 我真不想装穷了 班主任和同学 都偏心那个郑芷薇 处处打压我 我本来不喜欢张扬 郑芷薇非得帮我报名选班委 结果 零票垫底 太伤自尊了 他们还也与我 这么穷了 还不好意思申请助学金 说我是死儿面子 大学就是个小社会 包子性格的女儿 若不是真的受了委屈 绝不会喋喋不休地发牢骚 我一边安抚她再忍耐一下 马上就满十八岁了 一边应聘学校食堂工作人员 当然 没儿工资 主儿是想做做公益 还能时刻安抚女儿 给她打气 结果第二天上班 就亲眼目睹了女儿 被郑芷薇带头群巢 你妈是小学文凭吧 居然来食堂做打菜大妈 女儿弯了我一眼 怪我不给她提前知会一生 而后红着脸解释说 我是在做公益 做公益 你是在逗我们吗 我头一回见穷人 把打工描述得这么轻心脱俗 穷鬼一个还死而面子 对 我们家就是穷 你有钱 而不把全班这学期的伙食费包了 周围的同学开始起哄 人家薇薇是首付千金 这点钱算什么 就是全校的伙食他也出得起 围观群众马屁拍的贼响亮 我乘胜追击 拿出计算器啪啪一顿案 全班五十来人 一学期生活费也就十来万吧 首付千金一天零花钱都不止这数吧 我说时冲着 郑芷薇眨了眨眼 我让你炫富 等着出血吧你 所有人眼巴巴看着她 别看郑芷薇是个小网红 但赖不住母亲是个赌棍呢 家里欠了不少高利贷 学费是她爸给亲友借钱凑的 十万对她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 郑芷薇在吹捧中骑虎难下 咬咬牙掏出手机 躲到一边窃窃私语 连打了两个电话 才如释重负地走过来 不就是十万吗 本千金今天买太多东西 黑卡刷爆了 明天来付款 全场一片哗然 哇哦 我威姐太牛了 那可是十万块 眼睛都不眨一下 五千五百五十五 我也好想尝尝这么豪迈 买单的滋味 我一脸期待 好呀好呀 大姨我等你哦 果然 晚上就接到秘书汇报 偏远山区的那家养猪厂 突然丢了十五头生猪 我笑而不语 让秘书静观其变 先别声张 正准备洗澡睡觉 突然想到一件头疼的事 本年度公益目标距离一亿 还差得远呢 真是花钱比挣钱还难 我打开短视频平台 正巧刷到一位青年博主 在直播画画 小哥看起来白白净净的 老帅了 主业都是他团队创作的工艺作品 还别说像那么回事 我甩甩手 就刷了一千个火箭 本大姨向来做工艺不留名 谁知青年画家 给我发了N条私信 言辞恳切 我一心软就加了微信 大墨鱼香 姐 您就是我亲姐 养猪专业户 我是女姨 大墨鱼香 怎么可能 您头像这么年轻漂亮 见她一阵输入 我立马打断 养猪专业户 好了 别废话了 姨儿睡美容觉了 不用谢我的打赏 已有钱 任性 食堂的工作 可真不好干 再不睡明早 就赶不上烫儿了 第二天中午 郑芷威踩着小高跟来到食堂 一张银行卡 刷得拍在我面前 刷吧 十万 全班同学这学期饭钱 解包了 在所有人的欢呼中 我笑盈盈递刷完卡 她立马补充道 除了你女儿 死而面子的穷鬼 没资格花我的钱 当然 如果你能当场给我下跪 我可以考虑帮她付费 毕竟 你起早贪黑 也赚不了几个钱 我正准备不经意 抖一勺子 给她点颜色看看 突然瞅见女儿站在人群里 面红耳赤地处在那里 这傻姑娘 面对不公 从来都不敢反抗 小学被同学霸凌 也不敢张扬 中学被老师 污蔑考试作弊 也不敢吭声 我想 是时候 让她成长起来了 好 我跪 我扔掉勺子 双腿颤微微地弯曲 周遭是一片起哄声 还有赠指微张狂的笑声 就在我双膝快 而接触地面时 一双手扶过来 妈 你是怎么了 为什么而跪 我故意低头 避开女儿 水汪汪不解的大眼 你妈可以不跪 只而你把包子 捡起来吃了 我就原谅你们母女 赠指微指着地上 沾满泥土的肉包 刚刚刷卡时 她不小心碰掉的 我盯着女儿的眼睛 鼓励着她 反击呀 快呀 还等什么 停顿几秒后 扶着我的手 紧了紧 却终是没了下纹 我窝火地甩开女儿的手 怎么生了这么个耸祸 捡起地上的肉包 就往赠指微嘴里塞 原来你喜欢吃肉包啊 来 大姨亲自为你 赠指微一阵挣扎 却被我单手扣住 大坨肉包 塞得她塞帮子满满当当 开玩笑 大姨我学生时代 是练摔跤的 她细胳膊细腿的 哪里是我的对手 现场的人 没见过这架势 吓得愣住 不敢贸然上前 赠指微背梗得眼泪横飙 跪地求饶 我才意犹未尽地松手 转身瞥了一眼 呆住的女儿 学会了吗 别人跟你比见 你就耳比她更疯 没等她反应 我工作服一拖 潇洒而去 留一群人在风中凌乱 我一出校门 就上了一辆 劳斯莱斯幻影 着急忙慌地找我干啥 工作还没干完呢 我刚得到消息 东门那边正在拍卖一批宝贝 去晚了就没了 我嗲怪 丈夫怎么不换辆车 假发也忘了戴 头皮露着油亮油亮的 着实难看 拉朱的货车全派出去了 车库里也就这辆最低调了 我小手捶了她胸口一下 这爷俩竟让我生气 关车窗时 却无意间发现 追出来的郑芷薇 正举起手机对着我拍 这凡人惊真是讨厌 我隔着窗玻璃 比了个中指 拍卖会刚结束 打开手机 就看到热搜词条 南大学子母亲卖身养女 点进去一看 赫然是我垂着老真胸口的照片 那姿势 还别说 挺暧昧 我留意到热搜标注了信息来源 点进链接一看 果然是郑芷薇的社交账户 最新发布的笔记标题是 论如何优雅 打脸卖身大疑 配图有两张 一张是我亲密 垂着老真胸口的照片 另一张是辟图 我冲她比中指的照片 再一看证文内容 血压直接飙到180 犀利的文风 把一个四十来岁的贫穷落魄女 如何傍上大款 卖身养女的故事 描绘得唯妙唯肖 作为尊贵的首付千金 她又是如何炫富打脸 为民除害 妥妥地爽文照进现实 文末还升华主题 怪不得大姨女儿 总是勾引班上的富家子弟 原来布尔脸和夏剑是会遗传 下面一千多条留言 全是辱骂我和女儿的脏话 最让我气愤的是 郑芷薇居然在留言区 报了我女儿的照片 以及社交账号 我一直以为她只是爱慕虚荣 没想到年纪轻轻就这么歹毒 这是在引导网络暴力呀 好样的 你成功激怒了我 喜欢炫富是吧 大姨我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超能力 刘秘书吗 两件事 第一把郑芷薇的所有社交账号 给我封了 第二 立即收购一家国内顶级娱乐公司 三分钟后 郑芷薇在全网彻底消失 第二天上午 大名鼎鼎的星宇传媒 就向南大发出邀请函 定向邀约女儿全班同学 参与综艺节目恰是少年 郑芷薇 原本还沉寂在封号的痛苦中 突然收到综艺邀约 高兴地跳脚 很快到了开拍的周末 这一天 正好是女儿十八岁生日 憋了这么久 老娘我彻底不装了 立马翻出我压箱底的战袍 迪奥的现两款高定 女儿也换上她最爱的香奈儿套裙 当我们一人垮着一只爱马式的搏金包 出现在会合地点 所有人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我的老天 贾翠花 真的是你呀 隔着老远 我以为哪里来的白富美 你妈妈好有气质哦 就像贵妇人一样 切 穿得再华丽又怎样 还是掩盖不了身子脏 再说了 我们是学生综艺节目 老年人跟着凑什么热闹 我直接无视 赠指微酸溜溜的语气 这才哪跟哪啊 开眼的还在后面呢 我刚一上大巴 就从包里掏出一把 五颜六色的宝石 来来来 大姨带了见面礼 送个各位小朋友 快掐我一下 我是不是在做梦 这可是宝石 每个都是一克拉以上 大巴突然发动 我没站稳 宝石掉了一地 薄金包里的十把豪车钥匙 顺势划出来 妈妈呀 我真是开眼了 布加迪 阿波罗 希尔贝 他们家是开4S店的吗 我笑着把钥匙揣回兜里 这包太小了 只能揣十把 我家里放了几十把呢 每天思考开哪辆 也是非常苦恼的一件事 正说着 又是一个急刹车 兜里的一捆黑卡 撒了一地 所有人再度傻眼 一个戴眼镜的南海眼神里 写满惊叹 这么多呀 我只认得其中一张 全球最顶级黑卡 全国仅有两人拥有 我满意地冲他一笑 算你有点眼力劲 我捡起所有物品 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 坐到位置上 却发现 放包的桌子缺了半个角 一摇一晃的 当我在众目睽睽之下 拿出一摞红艳艳的 房本店桌角 全场倒吸了一口凉气 一群傻逼 看不出来 它那都是假货吗 我笑着说对 又抓起一棚宝石 往空中一扔 都是假货 大家别减昂 两秒后 所有人跪在地上哄抢 郑芷威怒气冲冲地盯着我 你也喜欢啊 还端着干啥 快跪着去抢啊 她想起身去抢 又碍于面子 眼睁睁看着地上的宝石 一扫而空 一路上气地吹胡子瞪眼 很快到达入住酒店 一下车 同学们望着度了金边的 豪华酒店傻了眼 郑芷威为了显摆自己的博学 特意网上搜了一下后 赞美到 这气派 堪比八星级的 阿布扎比皇宫酒店了 从小穷养的女儿 没见过这场面 也露出惊喜的神色 喜欢啊 老妈买给你啊 此话一出 全场又是死寂一片 我是认真的 大家这是什么眼神 无视赠指威讽刺的目光 我掏出手机 留秘书 帮我买个酒店 地址待会儿发你 我拉着女儿去放行李 身后是尖利的嘲讽 装个屁呀 谁不知道 他家是穷鬼 好了 微微别生气了 出来玩开心点 他在怎么装 能盖过你首付千金的风头吗 休息片刻后 导演把我们带到一处郊外彩景 有三五个小伙子 正在那里写声 尤其是站在中间 穿白T恤的高个子男孩 五官精美 像刀客的雕塑 女学生们纷纷脸红了 小跟班怂恿赠指威 微微 那男孩好帅呀 你们俩好配 快去儿个微信 突然 那高个男孩朝我跑来 激动地握着我的手 姐 哦不 咦 真的是你呀 跟头像简直一模一样 见我一脸茫然 我是大沫鱼香啊 一千个火箭 还记得我不 哦 原来是那个青年画家博主 我抽回手 描了一眼他身后的画作 你们在这儿踩景啊 没啥特色呀 他露出遗憾的神色 没办法 国内的美景 基本上都踩过了 确实没什么地儿了 好人做到底 我立马掏出一张名片 打这个电话 我的管家会开一辆 劳斯莱斯载你们去机场 然后坐我的私人飞机 飞到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那里有我的比尔特莫庄园 苏格兰风格的 风景绝美 你们直接去就好 随便玩 有任何问题 管家会安排妥当 这一连串说完 除了我女儿 所有人像冻结的冰雕 好一会儿 白T恤男孩才反应过来 拿上名片各种道谢 然后带着小伙伴扬长而去 啪啪啪身后的掌声响起 赠指微皮笑肉不笑 你这群言请得不咋低 她的小跟班也跟着一唱一和 快看 天上全是牛 这大姨也忒能吹了 其他人也跟着露出鄙夷的神色 女儿想而反驳 我虚了一下 笑而不语 晚上才是重头戏 不着急打脸喝 到了晚上 导演带大伙回酒店的旋转餐厅用餐 这餐厅有四百多米高 可以服览全程绝美夜景 大家一阵欢呼 然而餐厅的电梯却突发故障 所有人垂头丧气 叫囊着今晚如果吃不到会遗憾终身 我又掏出手机 准备呼叫私人飞机的驾驶员牢里 结果郑芷威先我一步拨通电话 大伙儿别急 我的私人飞机十分钟后到 今晚一定圆了大家的梦 全场一阵欢呼沸腾 我和女儿却是猛逼的状态 假千金啥时候有了真飞机 不一会儿 飞机还真来了 当看清飞机的型号 所有人像实话一样 说不出话来 半想后才有人吹起了彩虹屁 威威你就是我的女神 这可是阿布拉莫围棋天空号 价值十亿美元啊 一个矮胖的男人从驾驶室走出来 郑芷威上前挽着他的臂膀介绍 这是我表叔 姓刘 飞机是他送我的十八岁生日礼物 全场又是一阵商业吹捧 我绕到飞机后面 直到看到JCH三个字母 才确定 这就是我送给女儿的那家 可这个姓刘矮胖子是谁 为什么会架着我家的飞机来这儿 女儿也发现了一场 我眼神示意她别声张 刘秘书火速答复 老李突然辞职回老家 这个老刘是新招的驾驶员 我点点头 难怪不认识我 秘书还顺带发来 赠指威婉着老刘进酒店的照片 我一下子就想明白 他那些假奢侈品的来源 不都是老刘庄大款送的呗 老刘家的媳妇 郑乔也在这个旋转餐厅当服务员 我眼前一亮 记上心头 大伙坐直升机上了旋转餐厅 酒店经理早就候在门口 有人伺机吹捧 微微女神 你地位也太高了吧 经理还亲自迎接 据说这种待遇只有众儿人物才有 平时就连服务员都是趾高气昂的 经理一见我们 扑克脸瞬间柔化 嘴角咧到耳根 立马迎了上来 郑指威伸出手就而去我 谁知经理直接迈过他 向我点头哈腰道 尊贵的老板 欢迎您的光临 总经理正在国外开会 赶不回来 派我先来给您请安 所有人睁着同龄大眼 真是小刀划屁股 开了眼 不等我开口 郑指威指着经理鼻子破口大骂 你是不是眼瞎 本千金是全省首富之女 我才是那个最尊贵的人 这个老女人给了你多少好处 是给你钱了 还是陪你睡了 串通起来演戏给谁看 我们又不是傻子 经理当场实话 一副看智障的表情盯着他 我拍拍他的肩头 示意他而习惯和弱智人群相处 开喜吧 大家都饿着呢 我一声令下 服务员陆陆续续端来各种佳肴 我和女儿坐在角落安静地用餐 周围唧唧扎扎一片 这儿的视野真是好美 我家也算是富裕家庭 从没见过这么美的夜景 是啊 是啊 威威快帮我拍两张照片 值得吹嘘一辈子了 郑指威从美食堆里抬起头 一脸比仪 没见过世面 小跟班别了别嘴 不敢吭声 她目光转向我女儿 夹起一只虾 丢她盘子里 假翠花同学 你儿多吃点哦 看你瘦布拉鸡的 从小穷到大 没吃过这么高级的下巴 女儿脸色憋得通红 握着餐具的手 隐隐颤抖 我在心底呐喊助威 快把龙虾丢她脸上啊 女儿咬了咬嘴唇 却半天没了反应 我一口红酒喷过去 你是在开玩笑吗 她从小拦骑金枪鱼吃到腻 倒是你 虽然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野儿克制下食欲 都快胖成肥猪了 正直微蹭地站起来 凶巴巴地瞪着我 你这个老骚货只会吹牛逼 你家有钱 怎么不把全城买下来 全城 我嘴角一勾 又双弱掏出了我的宝贝手机 留秘书 马上通知我名下的物业 十分钟后 全部熄灯 这下完大了 全场目瞪口呆望着我 嘴里的食物都忘了咽 正直微抱着臂膀 一副等着看我做死的模样 我把女儿盘子里的龙虾挑出来 再浇上变态辣椒油 待会儿如果全城灯光熄灭 你就把这只加了料的虾吃了 如果没熄灯 我加倍吃十只 好样的 大姨威武啊 我的豪迈瞬间吸了一波粉 大家纷纷鼓起了掌 郑纸威玩味一笑 好呀 谁输了不认就是小狗 说完还往盘子里吐了口水 完全不顾大家一脸闲恶 十分钟后 导演掐着表道计时 五四三二一 刚喊到零 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怎么会这样 郑纸威气地拍桌子 我不用回头看 也知道全城灯光已经熄灭 你明明就是个老穷鬼 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 我都懒得抬眼看他 推了推桌上的龙下 吃吧 混了你自己的口水 营养加倍 正当他凌乱的时候 小跟班突然晃着手机叫起来 威威 这个老妖婆实诈 网上早就发布了信息 今晚全城而检修电缆 所有人鄙夷地看向我 赠指微顿时狂喜 把桌上龙虾推到我跟前 穷鬼老巫婆 这盘该你吃 导演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立马站出来打圆场 好了 闹够了呀 大家赶紧吃 今晚早点休息 明天你们孩儿上课呢 他在夜内名声显赫 一发话 郑指微也不敢造次 足足瞪了我十分钟才罢休 用餐快结束时 他朝老刘方向煤烧一带 然后站起身往卫生间走去 老刘贼眉鼠眼地张望了一下 跟了上去 我知道好戏开眼了 立马招手叫来经理 耳语一番 三分钟后 全酒店一百多个LED屏瞬间亮起 只见屏幕里 两个人躲在杂物间蠕动 男的又肥又矮 曲着身体 后唇微张 那销魂的表情仿佛上了天 一头绿色卷发的女孩 正蹲在他腿间上下一栋 天啊 郑指微太恶心了 那不是他表叔吗 一天傲娇地向之打鸣的攻击 原来他的四人飞机是靠卖肉换来的 早就看不惯他的小跟班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节目阻力马关了直播 但已经备手快的网友截了屏 瞬间在网络发酵起来 半个小时后 郑指微回到餐桌旁 胖脸蛋红扑扑的 两分钟后 老刘也回来了 一脸艳足的样子 你们都什么眼神 没见过美女啊 对了 你们知道阿兹马号吗 全球最昂贵的游艇之一 价值五亿美元呢 他满意地瞟了一眼大家 欲言又止的神情 继续装逼 刚刚我表叔说了 明年过生日 就送我一辆这型号的游艇 到时候邀请大家一起parlia 神奇晚 还不忘回采我女儿 假醉花就不用去了 那么贵的东西 我怕沾染上穷鬼的气息 我本来想全程保持乙母笑的 实在憋不住 扑的一声 笑得前腐后仰 笑个屁 莫名其妙 他看我的眼睛像在喷火 我指了指他身后的屏幕 他回头一看 居然是杂物间的监控画面 大脸盘子白得像一张四指 惊恐的目光 掠过人群 你们 你们都看到了 不仅我们看到了 已经火遍全网了 快打开手机 看看热搜 太精彩了 导演 以后你拍爱情动作片 一定而找微微同学 有丰富实战经验 就是不一样 肯定能大卖 导演被我Q的差点 没被自己口水噎着 愣着干嘛 咱俩出了这么个大球 还不给我收拾他 正指微冲老刘大吼 怂恿他打我出气 老刘骂骂咧咧 抄起凳子就而往我头上摔 一旁的女儿闪过来 义无反顾地挡在我跟前 导演一个机灵 把他绊倒在地 凳子反砸在自己腿上 这蠢猪疼得直哼哼 老刘被制服后 我看着紧紧护着我的女儿 叹了口气 我女儿其实挺好的 孝顺又懂事 虽然包子性格 不也锻炼了隐忍力吗 餐厅门突然被打开 刘秘书在十来个保镖的 簇拥下走进来 恭恭敬敬给我鞠了个宫后 转身就变了脸 老刘 你被解雇了 刘大秘书 我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 挪用老板的直升机了 看在我上有八十岁老母 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份上 您这次就原谅我吧 你不仅错 还错得特么离了大谱 你知道刚刚砸的是什么人吗 他可是 磕磕 刘秘书 赶紧把人带走 碍眼 我生怕他暴露我的身份 还不是时候呢 当着所有人的面 老刘被八个壮汉捆走 大姨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那直升机居然是你家的呀 难怪印了JCH字母 是贾翠花同学的拼音缩写吧 有些人真的蠢到家了 以为绑上了大款 结果是个又肥又蠢的驾驶员 赵紫薇被群巾的脸色铁青 抓起桌上的油辣子就往我身上泼 我侧身一闪 油辣子刚好泼到冲进来的服务员脸上 服务员抓起赵紫薇的卷发 一顿胖揍 边揍边骂 你个骚狐狸 死见火 竟敢勾引我老公 害他丢工作 看我不打死你 赵紫薇被打得嗷嗷直叫 脸上清晰可见的拇指印 肿得老高 打完耳光 服务员还不解气 操起凳子 狠狠往他大腿砸去 啪啪一声 赵紫薇疼得呲牙咧嘴 怕是骨折了 大家看得一愣一愣的 竟没有一人上前劝阻 可见赵紫薇私底下人缘是有多差 最后还是我发了善心 大手一挥 让经理叫来救护车拉走 没办法 多看一眼都很烦躁 解开束缚后 我炫富简直到了发指的地步 每天献下血拼还不过瘾 又在直播间各种花式打赏 单亲妈妈 农村低保护 贫困音乐才子 主播越惨 我打赏得越多 当我连续轰炸一千个至尊礼炮后 网友纷纷叫嚣 大姨 你还缺女儿吗 我笑了笑 手指上滑 鼻青脸肿的赠紫薇印入眼帘 她也太拼了吧 人还躺在病床上 脚上吊着石膏 还不忘直播捞钱 宝子们 我被老刘骗惨了 还以为她对我是真爱 谁知道 郑芷薇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评论区真爱粉纷纷为她开脱 咱们薇薇女神是首付千金 跟老刘好完全是小女孩恋爱脑 才不是贪图她的钱 对对对 大家都忘了酒店燕照门事件吧 别再骂她了 薇薇被骗 已经很可怜了 我见不得别人卖惨 那该死的善心又蠢蠢欲动了 甩甩手指就是一个小心心 她的粉丝任 出我的ID立马酸我 养猪专业户也太偏心吧 其他博主都是打赏的至尊礼炮 最次也是宇宙之心 为什么给我们微微只打赏一毛钱 我暗骂一句傻逼 因为她只值一毛钱 回完这句我就退出了软件 结果才一盏茶的功夫 刘秘书就火急火燎打来电话 老板娘 您和郑董在拍卖会血拼的视频 刷爆全网了 我已经叫人处理了 但是那个郑芷威也是够坏的 直接把视频转到南大的校园论坛 我正在联系学校网管 我点开秘书发的论坛链接 血压直接爆表 文章标题是 炫富老宝和秃头男人的二三事 一开头就骂我是老鸡 被秃头老男人包养 结尾还附上 我挽着丈夫毫无人性买买买的视频 关键还把女儿的照片合成在一起 污蔑我和女儿为了钱 一起伺候秃头老男人 因为辛辣刺激的笔风 瞬间吸引了百万浏览量 评论区乌泱泱的一片谩骂 我正看得火大 网页立马显示原帖已被删除 再一看 发布ID已注销 算你刘秘的动作快 我猛贯一壶凉茶 终于冷静下来 但我丈夫却不冷静了 刘秘书建议直接报警 以毁坏名誉罪处理 他冷着脸 摇摇头 太便宜他了 我儿让他体会做的代价 第二天 老郑反手就捐了整栋实验楼 给学校 校董特别邀请他出席百年校庆圣典 活动当天 上签师生代表 有序地坐在礼堂里 几百万网友在线围观开幕仪式 我坐在家长代表区域 朝着嘉宾席政中间的老郑 看了一眼 他戴着假发 浓眉大眼 十足的老帅哥 人群里在窃窃私语 威威女神 你爸真的好帅啊 头发是怎么保养的 比年轻人还浓密 赠只为眉眼含笑 我们家吃穿用度都是特供 市面上你们买不到的 说完还携了我女儿一眼 土包子看什么看 我爸是比你那秃头大叔帅百倍 但不是你能染指的 我压住呼之欲出的怒气 看你能神奇多久 校长走上台致辞 开幕之前 我代表全校师生 对郑氏集团董事长郑伟光先生 致以诚挚的谢意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期待已久的剪彩环节 郑董 你女儿也在礼堂观看 而不邀约 她上台一起 老郑推了推金矿眼镜 望向人群 刚刚还耀武扬威的郑芷威 没想到校长会闹这么一出 吓得魂飞魄散 感谢校长的邀请 那就请老郑郑儿叫出名字 女儿不自觉地紧张起来 所有人却看向郑芷威 她脸上并没有欣喜之色 反而嘴唇发污 冒着冷汗 浑身微微颤抖 仿佛下一秒 久而晕厥 请郑芷威同学上台 当听到这三个字 女儿眼里闪过一丝不解和沮丧 郑芷威整个人都呆住了 愣了好几秒 直到有人戳了后腰 才欢心若狂地走上台 她趁机挨尽老郑 撩了撩卷发 媚眼如丝 我猜她是觉得自己的美貌 迷倒了成功人士 才被点名上台的吧 老郑把剪彩的工具递给她 她对着话筒 高声大喊 谢谢爸爸 你叫谁爸爸 一身破烂中山庄的男人 突然闯进礼堂 冲着台上的郑芷威大吼 我问你在叫谁爸爸 我特么辛苦 把你拉着打 一转眼认别人做爸爸 中山庄的男人三两步 就冲到台上 空气瞬间漂浮着猪毛 什么味儿啊 也太臭了 妈的 她鞋上还踩粘着猪屎 赠指微看清来人 吓得发抖 你快出去 有事后面再说 我信你个鬼 电话拉黑 信息不回 你现在就还我那二十万 主持这么多届校庆的校长 从没见过这种荒唐场面 皱着眉头问 郑芷威怎么回事 校长 她是家里保姆的老公 经常额钱 快让保安 把这个疯子赶出去 中山庄男人彻底怒了 一把掀翻了桌子 你这个白眼狼 我可是你的亲生父亲 为了你呢 可怜的虚荣心 我偷了猪厂十五头猪 卖了十万元 现在东窗事发 而坐三年的牢啊 此话一出 震惊全场 老板娘说了 只而我退还赃款 就可以减刑 你不是网红吗 不是磅了大款吗 那区区十万块 不是洒洒水吗 眼看大家举起手机录像 赠指危急地跳脚 你给我闭嘴 谁是你女儿 你是得了妄想症吧 得妄想症的 应该是你吧 一旁看戏的老赠 终于开了口 装我女儿这么久 是时候揭露真相了 赠指危眼睁睁 看着我和女儿 被老赠牵着上台 网友说得没错 他们母女确实被包养了 说完老赠把发套一摘 全场一阵惊呼 我就是那个包养他俩的秃子 我愿意包养我的宝贝老婆 和乖乖女儿一辈子 老赠的霸气宣言 又引来一片哗然 赠指危双目原睁 不可置信地瞪着我和女儿 我一个响指 后台的警察直接闪现 带走中山庄男人 老板娘 先别抓我 我不想坐牢 我女儿有钱 她可以还钱 赠指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贱货 等我出来 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此刻底下人声鼎沸 众人纷纷请示校长 开除赠指危 校长 这个女的不仅冒用赠 是千金的身份 还在学校论坛散布谣言 简直是败坏学校名声 她还在班里炫富 引导女同学做小三 人品三观太低劣了 面对群情激愤的讨伐之声 赠指危知道她精心打造的附加千金形象 彻底崩塌了 她恶狠狠地看向我 操起桌上的剪刀 朝我扑来 身侧的女儿 反手就是一个过肩摔 砰的一声 赠指危摔个狗吃时 尾椎骨当场开裂 开玩笑 我女儿可是跆拳道黑带九段 台下一片欢呼 翠花好样的 翠花威武 我爱翠花 赠指危疼得脸都歪了 却还在死鸭子嘴硬 假翠花你就是个软蛋 家里这么有钱 又这么会打架 平时还不是唯唯诺诺的 有本事你就摔死我 我挽起袖子 准备赏她两个大兜笔 女儿突然拦住我 她深深看了我一眼 俯视着赠指危 一字一句地说 真正的强者 不是那些欺负弱小 势强凌弱的人 而是那些能够保护他人 帮助他人 让他人感到安全和快乐的人 满足低级的欲望很简单 做个高级的人却很难 你我能考上南大 从智商层面讲是同一个高度 然而我们的内心追寻 却差之千里 希望有一天你能明白 女性靠美貌兑换的价值有限 那些虚无缥缈的攀比 其实并不那么重儿 重儿的是专注当下 成为自己 而不是做他人的附属品 画壁 全场雷鸣般的掌声响起 我眼眶瞬间湿润 原来我的包子女儿 早就长大了 老郑一把揽过我的肩头 我就说嘛 翠花他平时不是怯弱 人家是不屑啊 经过这一摔 郑芷威再次住院了 网上一时间 爆出不少他的负面信息 什么虐待小动物啊 和不同老男人 出入酒店等等 乱七八糟的东西 无数网友涌进他的社交平台 问候他祖宗十八代 他彻底涉死后 刚一出院 又被学校退学 真是印证了那句话 不做死 就不会死 我以为此事终于告一段落了 结果还来了个小花絮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个匿名ID 爆料我直播间炫富 说我为父不仁 引导仇富言论 我反手以女儿的名义 把拍下的实践文物 捐献给国家 轰动全国后 媒体进一步深挖 居然挖出我十八年来 默默无闻做公益的事迹 救助灾区 振兴乡村 公益寻亲 还成立民间组织 打击外来间谍 受到全国人民的包养 媒体问我 为什么这么大爱无私 我回了两个词 有钱 任性 一年后 我躺在天鹅绒沙发上 刷视频 熟悉的身影 撞入眼帘 郑芷威被一群妇女 扒光衣服 按在地上 死尽摩擦 这是上周的视频 她现在应该和她爸团聚了 我诧异地看向刘秘书 她呀 狗改不了吃屎 退学后 做起了专职小三 被原配当街暴打不说 还强制退回夫妻共同财产 她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向大款勒索 一千万青春损失费 结果被人家两口子 联手送进监狱 我合上手机 久久没有说话 转身望向正在搭建 约芯片模型的女儿 思绪飘向远方